我身上有光我抓来看看 风站 空调空调 对这儿对这儿对这儿 再过来 他分人他成熟分人 幼稚也是看 对此他对于不认不熟的人 好像就挺成熟的 就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感觉难以接近 难以接近 天呐 太高冷了吧 之前对手没这么高冷的 接触之后呢 慢慢发现原来挺好笑的张老师 就不熟的时候 大戏大家都是非常绷着的状态 然后熟了 我大家经常笑场 就这么一个状态 你周达了 你周达了 你周达了我 我在这个自己的舒适圈里走来走去 我就觉得人生可能过得就没有那么有机器和有意思 没事吧 OK你现在非常OK 老师声誉比较高 对对对对帮助了我 我还降了几个题 圆调努唱的 我就说怎么唱起来 我就破了对吧 就飞起来 对不起大家 说实话张老师 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闪光点 他会包容对手 翻车 他会告诉一些他的意见 他会告诉一些他的意见 有哪些小的设计或者小的调度 能够激发出闪光点 你脱长一点 就那个地方要脱长 谢谢张老师 但我也想说 我觉得张老师 我觉得别人看怎么看就不重要 我觉得自己要做好自己每一步 坚持自己的选择 嗯 我也觉得你 因为没办法 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不可能 八面玲珑 对就是在你跟别人说不 或者拒绝别人的时候 我觉得希望 希望别人可以多一些理解吧 总结一下就是 知我懂我懂彼此 知己是 我觉得上升到一个精神层面的 就他们的精神上方面 他们会有一些 共通和一些交流 就是不管是对方也好 还是说他对于我也好 任何一方做的这个选择 或者是决定 作为知己 都是无条件赞成的 无条件同意 永远都是协调一致的 这就是知己 我要感谢我的对手张老师 他饰演的周子舒 也感谢最好的对手周子舒 谢谢张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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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